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是甲半城的下人 跟随安华县主而来的 可是 这件事你为什么要来找我们 而不去找宋景珍呢 宋景珍 我信不过他 在朱全死后 我看见宋景珍 偷偷进过朱全的房间 那晚我回房间的路上 无意间 看到了宋景珍 鬼鬼祟祟的进了房间 这安华县主 和韩章是一伙的 而宋景珍又如此可疑 我现在唯一能相信的人 就是你们二位了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啊 求求你们帮帮我 一定要帮帮我 赵公子 你的事情 我们已经知道了 但是 目前 我还有些事情 要和如梦协商 另外 关于昨天晚上黑衣人的事情 黑衣人昨天晚上并没有杀你 证明你目前还是安全的 所以 请放心回吧 多谢周公子 多谢柳姑娘 那赵某 就先行告退了 没想到当年韩章居然也在 这么说来 第三个画本里 县主身边那个小跟班就是韩章 不过 这赵柳的话可信吗 赵柳的话非不可信 而且目前 如果排除赵柳的嫌疑 剩下的三个嫌疑人 则有宋景珍 韩章 以及李 而宋景珍又与朱泉有勾结 韩章又作为李如的下人来到府中 只有他们三个的嫌疑是最大的 你想啊 宋景珍跟朱泉有过勾结 上岛之后朱泉就死了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宋景珍即使不会捂 他在徐家待那么久 说不定知道徐老爷府里有机关 就算不会杀人 也能暗杀 我觉得吧 就是宋景珍干的 我们可以开启第四购花本了 如梦 你先去找花掌柜 我们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协助 阿荣 你真的要继续吗 万一凶手继续杀人 肯定还会有无辜的人死去 他们一点都不无辜 沈宁和朱泉 乃哥不是贪婪无毒 被人杀了也是活该 你答应过朱公子 找到凶手送给官府 你是不是都没打算这么做 夜之间失去所有的亲人 是复仇的信念支撑着我活到现在 否则我早就死了 你难道忘了 你父亲为了救我们被伤成那样 我吃了这么大的苦才活到今天 你现在让我放弃 周公子说的和徐家家训一模一样 你忘了吗 恶不可击 恶不可掌 给我继续呗 恶不可击 恶不可掌 恶不可击 恶不可掌 接着呗 恶不可击 恶不可掌 恶不可掌 爹爹 容儿已经念了一上午了 滴水未尽的 这样下去 恐怕会落下病了 你饶了他吧 你看他才几岁啊 就学会对别人家的孩子肚粗 今日若不让他牢牢记住 他日后定会再犯 接着呗 明月是大门仙气又小黑的 你还敢顶嘴 徐家的祖训 你从来没有记在心上 你若是以暴制暴 那仇恨的火焰 就会永远留在你的心中 接着呗 恶不可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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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蓉 我不想你因为仇恨而犯下大错 你闭嘴 你走 我不想再见到你 你走 阿蓉 你的愿望是什么呀 我的愿望是快快长大 这样你就可以嫁给我了 你呢 我啊 我的愿望就是 阿蓉可以一直这么开心 永远做一个快乐的人 来 你要的东西 谢谢你 周月 我问你啊 你知道自己的身世 为何不找徐老爷相认呢 他早就把我忘了 又有了新的家人 我用何必 再去打扰他 其实 你找徐老爷相认 他应该很高兴的 花妙娘跟我说 你母亲和徐老爷 是在西域贸易途中失散的 当时他们经历了一些不愉快 正在互相赌气 没想到 因为一场意外失散了 导致你们母子 误会了这么多年 其实这么多年 徐老爷一直在寻找你们母子 即使她成了亲 徐府上上下下 都知道画上的女子 才是她的质案 虽然 虽然 他们都已经不在了 但我想 你有权知道真相 这 这第四个画板结束后 会不会再有命案发生 你还有别的选择吗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找出画本中的真凶 所以我们无论如何 也要进入第四个画本 我刚从果园回来 今年这批青梅酸度正好 可以赶在中秋前完成酿制了 你也辛苦了 同时要打理这么多店铺 你也辛苦了 我听秋儿说 范真又落地了 范真入追徐府之后 还是考不上功名 没办法掌管徐家大业 不知道秋儿看上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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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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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